老不老 皮膚问题及压力性损伤 预防皮肤癌 10个防晒贴士 1.防晒是为了健康 防晒不单只是防止晒黑 更加重要的是 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肌肤老化 甚至增加幻想皮肤癌的风险 因此做足防晒措施很重要 2.阴天都需要防晒 高达80%的太阳紫外线 能够穿透稀薄的云层 云层的边缘 有阵时能够反射紫外线 令到紫外线强度增加 因此即使是阴天都要防晒 防晒的措施包括 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曬 尤其是上午11点至下午3点的阳光 最具伤害性 户外活动的时候 可以穿上长袖衣服 戴上阔边帽 及太阳眼镜作保护 每日塗上足够的防晒箱 3.紫外线对皮肤的影响 紫外线可以分为UVA UVB UVC三类 由于所有UVC 和大部分的UVB 会被大气层所吸收 因此到达地面的紫外线 大多数是UVA 和小部分的UVB 紫外线可以帮助形成维生素D 但是UVA会导致皮肤老化 催生皱纹 而吸收过量的UVB 会晒伤皮肤 令到皮肤晒黑 两者都会导致皮肤癌 4.防晒箱上的SPA和PA是什么呢? 防晒系数SPF 是代表阻隔UVB的能力 延迟皮肤受到UVB晒伤 举个例 使用SPF15防晒箱 在10分钟出现明显晒箱的情况 会延长至150分钟才出现 PA是代表阻隔UVA的能力 普遍分为三级 PA加、PA加加和PA加加加 加好越多代表防晒效能越高 所以购买防晒箱 应该同时注意SPF和PA值 5.SPF并非越高就越好 一常外出 一般建议SPF30就已经足够 数值再高其实防御率都差不多 数值再高的防晒箱 可能添加很多化学物质 容易造成过敏 6.防晒箱正确分量 整块面和颈部所需的分量 是大约5元硬币左右 千万不要忽略后颈 耳朵后面和脚的位置 7.高系数的防晒箱都要补查 无论多高系数的防晒箱都会因为流汗 出油等情况而失效 建议要每隔3-4小时补查一次防晒 在户外的话 就要大约1-2小时补查一次 8.防晒箱有分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 哪一种较好呢? 物理防晒箱通常是氧化身和二氧化态 它是物理式的屏障去阻隔紫外线 好处是能够即时发挥防晒作用 但是你就需要塗厚些 容易造成皮肤泛白 化学防晒箱是靠在肌肤表面 吸收紫外线达至防晒 质地相对物理防晒清爽 但是部分成分容易引起敏感 而且要在查完之后15-20分钟才发挥作用 两者其实各有好处 可以按照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 9.如何洗走防晒箱 通常你可以使用油性清洁剂洗走防晒箱 然后用温水清洗 如果你使用带有防晒箱的粉底 就可以使用卸妆油 你还可以使用轻微去角质 去除任何可能挥之不去的环固火粒 对于你的身体 尝试身体磨砂 或者淋浴时使用丝挂 请记住 如果不正确去除防晒箱 会导致毛孔堵塞和皮肤受损 10.戴帽就不用擦防晒? 一般的衣物 例如阔边帽都有少量的防晒效能 但是防晒效能 当然不及防晒箱 所以建议要先查防晒箱 再按需要穿戴巨防UV功能的衣物 和太阳眼镜作额外保护 如果想获得更多免费护露资讯 就来我们的网站、Facebook 和YouTube频道看看吧 在走之前记得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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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